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两天美国白宫发生了对中国应该讲重大的经济上的方案 一个是前两天川普总统决定对美国进行减税 那么在减税的这个法案刚刚通过之后 现在又开始通过了一个叫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已经明确就是针对中共和俄罗斯的 是川普他从他在竞选时候兑现他竞选的诺源 这个川普在大选的时候 川普一直在经贸方面批评中共的政策 批评中国等其他这个共产主义国家 只要是中国和俄罗斯了 认为是这些国家强得了美国的工人的这个工作机会 而且呢进行的是不公平的贸易损害了美国的利益 所以川普一直讲过 他一上台就要把中国列入这个汇率操纵国 所以川普做到了 那么大家都看到川普11月份刚刚到中共访华 习近平是在故宫里面以豪华大餐招待他们 盛大的豪华接待给川普 这个让他感觉到习近平对他的这个热情和浩格 把谱摆除了 但是川普根本就不领 就没领他的情 尽管习近平给川普画了个大饼 签了一个2500亿美元的这个大单 但是美国人并没有较好 美国人都知道这个开的是空头支票 真正能够在这个里面兑现的这个金额 还不知道有多少 再说这种对现在目前来讲的中美贸易 这种不公平并没有太多的成效 所以说川普他回来了以后 马上就针对中国的这个投资问题 采取了一系列的制裁办法 那么一个是调查中国严重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问题 美国呢要对这个中国的这些方面要进行制裁 第二个呢川普又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 采纳就是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的一个建议 这个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理由 禁止中共最大的一个失务基金 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 就是中国国国资委的这个风投资金委员会啊 要收购美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芯片制造商 叫莱迪斯半导体公司 川普给予拒绝 这个因为认为损坏美国国家安全 到了11月份美国参众两院 相继地推出了外国投资审查办法 这个外国投资审查办法 川普从北京回到美国没有几个小时 这个川普就听说中国已经单方面宣布 这个扩大金融行业的准入 这个中国以为美国会很兴奋 因为过去美国立朝政府都要求中国 要这个开放金融行业的准入 因为这也是中国加入世贸协定的时候 当时做的一个承诺说在2015年肯定是开放 但是一直到了2017年中国都没有开放 这次川普走了以后 中国呢以为是给川普一个声大喜讯 说中国现在宣布了 可以这个允许这个国外金融行业准入 但是川普根本就没有兴趣 这个让北京感觉到非常非常的这个郁闷 你们过去一直那么积极 而且前几天美国政府美国总统 总是拿这个金融行业准入 你来控制我们中国的这个对外投资政策 怎么这次我们主动开放了 你川普没感觉啊 川普早就看到中共要玩的这一套 川普对这个没兴趣 因为川普回来以后就在美国开始减税 美国减税意味着什么 大家知不知道 八十年代里根总统曾经搞过一次减税政策 当时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全球最强大的经济国家 从美国之外是日本 全球政治上最强大的国家是苏联 里根准确地看到苏联这个共产主义 他离垮台不远 也准确地看到日本的经济已经产生了巨大的暴能 所以里根总统及时地宣布了美国的当时的减税政策 因为美国当时的减税政策 对日本这个金融的冲击 就导致了日本一下子从他过去十分膨胀的经济 彻底的衰落 这个衰落这一次衰落 一下子大几十年之久 就日本从这个所谓四小龙之手 以及当时日本不可一世的这种经济爆发 在美国减税政策之后 大量的这个日元贬值 美元升值 大量的工作机会回到美国人手上 大量的这个美国对外投资的项目回到美国 美国在海外投资的项目也不断地因为国内减税 把所有的资金回流到美国 所以从经济上来讲 当时里根总统的减税是破产了日本 当时这个就是这个巨大的经济泡沫 那政治上里根总统他亲自到柏林墙 这个在整个当时是在西德发表了一个知名的 这个对东西中国喊卦的一段宣言 里根总统明确是说这一道柏林墙把东西国爱好自由的人民 分隔两端 让围墙的那一边人没有自由 不能够出国旅行 没有言论自由 而且呢充当这个秘密警察 让一个优秀的德意志民族 变成了一个丁骚暗叹 和这个彼此之间互相陷害互相防范 第一个卑微的国家 而共产主义的这个无耻的这个政治局面 应当在东西德国首先被推翻 里根总统明确的说过 推翻整个共产制度在东西德国 绝不仅仅是站在柏林这里讲 绝不仅仅是德国人民的事 它包含着美国人民和全球爱好和平的人 所以我给大家放一段 里根总统当时的讲话 你就可以看出 里根总统豪迈的气概 和他摧毁共产主义这种坚强的决心 为我参加你 我参加你的同志们在这种坚强的信心 在这种坚强的信心 我参加了一个丁验 我参加了一个丁验 这参加了一种坚强的链 还有这个坚强的青春 這些壁 division,他們就會 Szczep agency木場 walking across Germany in a gash of barbed wire, construction,警察 runs and guard towers. FERHER суд,無古堡raph there may be no visible nor obvious walls but there remain armed guards and checkpoints all the same. Still, unnecessary自由 trave larger양SS. Still, gadgets tokeiten luxUQ, 和女人的命令 一位全民的一位 一位在某個州 也在某個州 的壁面上最明顯 這裡,在某個州 的媒體 在某個媒體上 這壁的大部分 的大部分 在某個世界上 在某個個月 每個男人 是一位一位 优优独播剧场——YK 今天川普总统的减税和当时里根总统何其相似 因为今天当年强大的日本经济握在中共车上 当年强大的政治敌对 共产主义的政治敌对也握在中共车上 所以川普现在面对的中国就是当时的日本和苏联 川普在这次减税政策之后 川普明确地认识到这是对中共狠狠的一击 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里面的深度了解不了 觉得美国减割税跟中国有多少关系 我们可以来听一段美国原来白宫的政治顾问班农先生的一段讲话 你转发约到川普总统成长的美国为川普总统成长 Jamestown to China's Great Britain and that all the high value added manufacturing had essentially been taken by China had been shipped to China and all the United States was was really a tributary state sending China raw material you know they were the ones that told us in the late and this is by the way the Bush and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s right and what Hillary Clinton ran on is what was going to be the new Clinton administration they told us that in the late 1990s early 2000s if China as China got wealthier it would become more democratic and more free market capitalists well the exact opposite has happened China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wealthy I mean their business model is a total rejection of free market capitalism their business model is a total reje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rules based orde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essentially the taxpayers underwrite with their dollars and the young people in the America the working-class young people in America underwrite with their blood this has been an adjunct vary 大家看完这个讲话就知道班农已经完全总结出 美国多历任总统总认为只要中国经济发展了只要中国经济强大了民主随之就而来了世界自由贸易就单身了但是经过这么几十年的发展恰恰是中国经济强大了中国的这个自由贸易没有实现中国的这个自由贸易没有实现中国的专制更加恶劣了中国的百姓奉献了他们代血的GDP而中国因为经济强大他们用他们强大的经济实力 在左右世界经济在破坏世界的经济秩序 所以川普讲过他并不是他并不痛恨中国现在的专制政策 他有意见的反而是他的前面己任 因为像中国这么多年来一直对世界破坏世界贸易自由规则 美国在11月份已经向世贸组织提交了正式文件拒绝中国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数第15条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这个要求美国给予中国完全拒绝 同时美国还对由从越南出口的来到美国从越南进口到美国但是原产地是中国的所有的钢铁制品给予双反就是反行销和反骨铁 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川普认识到每年像中国这样的竞争斗争盗窃美国的价值数千亿美元的知识产权 在盗窃美国的钻铁技术和美国的早期壮益使得这个中国完全和美国处在一种不公平竞争的这种状态下 川普要彻底结束它因此川普安排了他自己落实他自己所有竞选承诺的一个团队 这个团队里面包括商务部长罗斯包括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塔罗 以及美国贸易代表斯特希泽这三个人被这个网民们和美国人戏称为是反华三间客 因为这个川普他曾经讲过我不责怪中共 因为中共的这种残制专堡失探一直有史以来的 是他从基因里面带过来的 他始终是这么做的 这就是一个流氓国家 他跟北韩没什么差别 但是川普他要怪的是过去几任美国政府 这几任美国政府在发生的这种失控的贸易逆差 在发生了扩大的时候始终这个没有得到遏制 那么川普这次加税以后人民币会出现新一波的贬值 因为人民币只有贬值18%左右达到6.3%左右的这种比值 才能够和美元在降息以后和美元的减税以后所相当 否则中国的经济就有可能崩溃 那么美国的这个减税以后就带来了大量的美元资金 从中国回流到美国市场 因为美国税率低嘛 在中国做生意的各个美国公司和美国企业 他更愿意把所有的税息都交到美国来 这样大量的资金会回流 第二个会把一些有技术含量的这些企业放在美国做 那么美国的工人就获得了更加的投资机会 工作机会 同时川普严格限制了国外主要是中国 他的这个学生签证 就说在美国大学毕业以后的签证 如果你是属于功课的 就是数学啊 计算机啊 软件啊 理化专业啊 只要是属于功课 自然科学方面专业的人 美国一律不发学生 美国这一类的学生对中国学生以后从报考时候就开始限制 美国不要这些人继续留在美国 那么他允许中国大陆的学生到美国来参与美国的比方说 会计啊 律师啊 美国历史啊 美国文学啊 和美国的政治研究 美国的新闻法研究 你觉得中国的学生到美国和美国白人区 去共同学习这样的科目有竞争力吗 是没有丝毫竞争力的 你做律师 你做得搞美国白人律师吗 你在美国搞新闻 当新闻主持人 当新闻节目的调查记者 或者你在美国进行从政 你中国的来的学生有这个条件吗 你在美国无论是做会计师 做律师 或者是做那种精算师 那么中国的学生跟美国白人学生比 他有优势吗 没有 中国的学生的优势就是这数理化 在工科 在理科 以及在网络 在计算机 在这个叫什么 在这些方面中国很强 但是川普一下子就把这条路给你看掉了 在这样以后就导致了 中国以后的学生进入美国会有很大的困难 那么中国怎么办 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动脑筋了 这两天我们已经看到了网上登了 说是有很多医院的耗材已经供应不足了 很多这个医院的耗材供应不足是什么 因为耗材是有医保支出的 之所以供应不足是因为什么 医保费用被长期挪用以后入不复处了 那么中国的老百姓如果说是尤其是那些低端人口 靠老保靠医保在医院里面用各种医疗耗材 你比方渗透期的啊 你比方说是那种心脏要做支架的啊 这些就很多需要各种耗材的这种治疗的 因为如果耗材供应不上 那这些低端人口是不是就要死在医院 那么同时一旦美联储加息和美国减税以后 中国对应怎么样 你中国你是不是能跟着美国一起减税呢 中国只能多印钞票 中国敢减税吗 一减税财政就马里没收入了 那不减税那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收入增加呢 那么老早中国的专家已经给共产党这帮高官们 想好的办法就是中国收房产税 中国一直想收房产税 美国房产税是因为美国你买一套房子 整个这个土地终身拥有 而且这个地你说这个地下挖800米以内的东西 保障如果挖到水油都归你 中国的房子你没有土地权的 你土地只有70年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凭什么中国交房产税啊 但是中国的这些专家早就把它预备好了 准备马上开始搞房产税 那么房产税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改观呢 中国目前从2016年年底统计了中国的房产的总值 在300万亿人民幣 如果300万亿人民幣全民这个所有的房产征收税 哪怕就按1%来征收的话 全年就可以征收到3万亿 那么中国2016年年底的这个中国的GDP就是什么 GDP是16万亿 也就是说光我们收一个这个房产税 就可以占到GDP里面的五分之一 将近五分之一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的老百姓就雪上加索了 你每年还要交1%的房产税 如果这套房子你买来是100万人民币 你还要交1万块钱的税 是年年要交 在如此不公平面前 中国的老百姓敢站出来造反吗 有造反的吗 现在有的地方因为社保资金亏动 付不起耗材 我在网上看到 说是陕西2.3.7 哪一个省已经规定 当地的这个老百姓 如果你不交满15年的 一次性交满社保的话 你的孩子已经不可以上学了 那你想看 一个人大学毕业25岁才开始工作 他如果要不交15年社保 他要到40岁 你是不是让这些老百姓们 都到40岁以后再结婚 生孩子再去上学啊 那么你没到40岁 要交15年怎么办 提前交呗 中国政府就是流氓政府 他就逼着你提前交 那在这种情况下 大部分中国人就心事引人 哎呀我就提前交嘛 因为我们孩子要上学 为什么不站着来指责这个政府 反抗这个政府 没有人 为什么没有人 我多次讲过 你比方说这个政策出台 对于那些年纪大的人 他自己没有孩子 马上要再到学校上去了 他就不关心 因为不管他的事嘛 这个 那么对于自己家里面 正好有孩子要上学 自己有孩子没一次性 交完社保的这些人 他不甘心 但是不甘心 他自己闹 他舍不得 他不敢 他希望别人去闹 别人没有人跟着他去闹 叫他出头他不会 所以在中国就是这样 每一个人当他利益受损的时候 他不会我有自己的利益 出来维护 他只希望别人来维护 他的利益 而那个所谓的别人 如果跟这件事不相干的话 他一定是看热闹的 是吃人血馆头是在旁边开心的 我们曾经就看到过 这个新闻里面报道 有的人想不开 爬在楼上面准备自杀 底下全是站满了看热闹的人 看热闹的人 甚至有人在底下喊 跳啊 我等了半天了 你怎么还不跳啊 那上面哐当一声跳下来 死掉了 死掉了人们就站在 很自在 中国这种场面 不是我建民杜撰出来的吧 大家都想到过的吧 如果一个人现在被汽车撞了 倒在马路上面 所有过往的路人 都非常的冷漠绕他而去 没有人我下来就扶他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扶有可能有风险 这就是通过今天的道德现状 没有人会去关心别人 这件事如果跟我自己没关系 躲他原一点 我们只是看看笑话 那个很多有人 当然你说这个社会 就没有公益人士吗 就没有为别人 为主义献身的人 有 有没有啊 有 但是你站出来 当你站出来 为其他人利益牟利的时候 但你勇敢地向专制发起冲击的时候 站在你后面都是嘲笑你的人 都是一片讽刺你的人 甚至有人要等着吃你的人选完整 所以我说过 中国是不可能有曼德拉的 中国如果发生了曼德拉 还能像南非一样曼德拉能坐满27年牢 中国的曼德拉在牢里面 就马上给中共弄死了 刘晓波不就是这样吗 杨天水不就是这样吗 彭明不就是这样吗 如果中国是有这么一个曼德拉 在牢里面中共一定是把你弄死的 如果中共还没有把你弄死的 那就给你的同道同行把你质疑死了 把你讥讽死了 把所有人对你一天都晚一万个不满意 一万个怀疑 甚至把你当安成特务 早就把你挤兑死了 中国就是这样 中国不是一个诞成英雄的地方 中国人只是看唯一的结果 看的结果不是看陈胜吴广的结果 也不看什么李志诚洪秀全的结果 虽然陈胜吴广李志诚洪秀全都曾经扯齐车造反 也曾经拉过一支队伍 好像向我向要 但是最终中国人看的是什么 中国人看的是毛泽东的成果 如果毛泽东当年战三为王 就被国民党打掉了 如果中共就给蒋介石打掉了 今天会有哪一个人会去歌颂伟大领旧啊 很多人会把毛泽东当着李志诚一样的流口 去嘲笑他 去讽刺他 中国就这个社会 中国是只看你的结果 如果最终你成为了这个 要么楼上楼 要么楼下搬砖头 当你上了楼上楼的时候 万目仰望 当你在上这个楼过程中的千辛万果 只有嘲讽你和说句话和编排你 以及等着吃你的人选馒头的一片虚语之声 尽管我刚才讲的这种现象都存在 但是勇士是永远存在的 那么对中共这个暴政发起抗击的各个民运勇士 这么几十年来潜伏后期已经诞生了很多代 虽然我们很艰难 虽然有人对我们嘲讽 虽然有人根本不看好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 会有一天能够跟对中共的这个专制 能发起一定的冲击 但是不代表我们要放弃 我们仍然要建策 我们仍然要努力 谢谢大家